光复乡代表会主席钟玉清 今天中午12点多左右 在台九县林森路口与一部机车发生车祸 造成女骑士脸和手都受伤送医 所幸并无大碍 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归属 警方也将深入调查 中午12点多赶着回家的光复乡代会主席钟玉清 在路口处与带转机车发生车祸 赶抵现场的消防队员立即将受伤的女骑士送医 而主席钟玉清则是赶紧打电话联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双方都有些惊恐 这一起车祸事故是发生在台九县 与光复乡林森路十字路口 根据警方了解 由北往南开的主席钟玉清 和从带转区往东方向骑车的真姓女骑士发生车祸 造成了女骑士连以及手部受伤 送医救治后并无大碍 经警方实施酒册两造双方借无酒驾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及责任归属 目前警方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光复乡代会主席发生车祸事故 也立刻引发地方上的关注 钟主席除了是第一时间到院关怀 真姓女骑士的伤势 也感谢各界的关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 报道 好